这句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输出的话就是输出只有这个横向的一列部分 就是1乘1到1乘9 如果2到9下面的那一个部分的话该怎么做 当然我刚刚讲过,你可以再多增加一个这个forI的回圈 也就是这个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特别注意,1你可以直接拿这个J的部分拿来复制贴上 那把J改成I,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没有话,OK 第一个就是把那个我们上面的J的第一行部分把它复制上来 然后这个也把那个J的部分改成I OK,第二个的话呢,特别注意,因为J的回圈是在I里面 所以请你把第二行跟第三行把它选起来,按个TAB键 这个动作很重要,你一定要做 因为我前面一直强调,Python里面的那个阶层也是程式的一个部分 那VPA不做没关系,不过理论上我VPA还是会照做 因为阶层很重要 程式里面如果没有阶层,看起来其实也蛮乱的 OK,所以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在什么 在原来这两行的上面增加一个I 然后并且把下面这两行按个TAB,让它换到下一阶 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在这个for回圈里面 这个叫外回圈,里面再执行一个内回圈 也就是先执行I,再执行J,意思是说这个是先输出 比如说第一列,然后J的话就是1到9 然后这个变第二列,那就1到9,一之类推 那再来我们要改什么呢? 所以第一步就是在外面加一个forI的回圈 第二步的话,请你把什么 把原来这个print里面的这个地方,只要是1的部分换成I 那这个string这个I比较简单,1把它换一下,这个比较简单 那比较难的应该是这个地方,这个1的话 你变成呢,你前面要加一个I,然后串接,后面的乘 但是I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整数啦 所以你变成你要把它转型,转型的话用STR把它刮扶起来 OK,那也就是说呢 当它输出1的时候第一列,乘上1等于什么呢? 1乘1,那当它这个2,所以第二个第三个 那理论上呢,我们这样子改完之后呢 理论上,乘4应该就很接近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它改完之后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这个时候执行的话 当然看起来好像蛮接近的 但是会有个问题 因为呢,它其实是全部连在一起 也就是1乘1到1乘9 它其实2的部分呢,它是接到后面去 意思就是说呢 当它跑完一个内回圈的时候 这边并没有换行 所以哦,关键地方,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第二列的地方 先让它换行 换到下一列去 OK,那一样第三列 3的部分呢,一样要换什么? 换一列啦 所以呢 这个第二个部分 就是需要在一个回圈结束之后 哪个回圈呢?内回圈 内回圈其实指的就是追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这个回圈结束 结束的话意思哦,上一阶 也就是说你记得哦 在它里面执行的程式的下一行 然后你按Enter之后 记得再按一个back backspace 让它往前一阶之后呢 请你在这边打一个printer 小刮壶 诶 或者当然啦,你printer的里面的话 当然你可以加一个反斜线N 不过其实不需要多指,因为printer本身 如果里面没有任何东西的话 其实就换行的意思啦 因为它预设就换行嘛 所以也就是说你跑完一个追 比如说1 跑完之后到这边 它就跑到这里了 就跑出来了 然后就换行 换行的意思就是换到下一行 然后再2 再3 再11之类推 所以哦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预期效果 你会发现执行之后的话 它就会自动在后面换行 就是这个printer 换到下一个 换到下一个 一直在推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九九惩罚表 基本上呢 就大功告成啦 OK 那其实就只有改哪个地方 只有改 第一个 在外面呢 再包一个外回圈是J 记得这两行一定要缩排 然后呢在这个J的外面的回圈 回圈外面 再加一个print换行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其实程式没有比想象中来的困难 只是说 这边的话呢 要特别小心就一定要缩排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呢 你会发现哦 这个程式写出来 这边要转型 这边又要串接 这边又要转型 然后又要串接 又要转型 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弄得实在是太复杂了 所以哦 第二点 最后剩一点 我们如果说要把程式简化的话 其实可以把它用什么呢 用那个format的方式来做简化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写呢 你可以print 把这个地方加一个什么呢 再加一个那个这个printer的叙述 那printer我前面讲 哦 跟你讲 加一个format 把那个format的部分 再加上去 OK 怎么样 有问题吗 那个 那个租名点同学 换 换 换 桌面 桌面我有去啊 你那边黑的吗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要把上面这个地方做简化 其实我们可以print 那我们可以用之前讲过那个format 那format有个概念 大瓜糊 就是输出一个变数 那你可以直接串什么 串一个字 比如说 这个里面原来是放i 你可以用大瓜糊来表示 乘上哪一个之后呢 等于什么 最后的结果 那因为这边总共会有 最后其实可以反斜线T 类似写成这样子 那里面的话呢 假如有三个大瓜糊的话 你后面就点format 你就势必 需要给它三个 三个变数 那第一个变数的话就是i 第二个变数的话就是j 第三个变数的话就把i乘上j的结果 也就是说啦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个大瓜糊的话 值得就是把这个值丢到这边来 这个值丢到这边来 其实最后作用是一样的 那一样 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是需要把尾巴的换行拿掉 所以这个地方 一样就是and等于空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上面的写法简化成format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执行的结果 跟这个刚刚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说这样的写法好处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说一直在转型 一边转型一边串接 那当然会简化许多 那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 会讲的比较快一些些 如果有一些细节 没有办法听懂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页 这边有个format的写法 ok 那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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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